我們今天要來跟各位分享一下 這個電線要怎麼接才是正確又安全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來跟各位分享一下 像這些電線要怎麼接 然後這個絕緣膠帶要怎麼使用 我這邊會提供一個比較正確的方式 在開始之前要呼籲一下 因為YouTube他會依照按讚的數量 來決定影片的曝光率 所以要請各位多動動手指幫我按個讚 支持我一下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我們今天的影片吧 在我們的生活中 經常會遇到電線跟電線需要連接 一種就是像這種 裡面的銅線是細細的一條一條一條的 這一種我們叫花線 還有一種就是埋在牆壁裡面的像這種的 比較粗的 裡面的芯是只有一根銅線的 這種叫做單芯線 今天我們主要會Focus在兩種狀況 一種就是花線跟花線的連接 以及花線跟單芯線的連接 然後還有這個絕緣膠帶的正確使用方式 首先我們要先跟各位分享一下 一些重要的知識跟原理 一般常使用的單芯線 我們會有分成1.6跟2.0的 然後一般的像這種花線呢 如果你在市面上買的話 它一般會有30芯的或者50芯的 30芯的意思就是裡面有30條的銅線 50芯的就是有50條銅線 當然50芯的就會比30芯的來的粗 那剛剛說到的這個1.6跟2.0 也是指這個裡面銅線的線徑 那為什麼電線要分成粗的跟細的呢 電線裡面銅線的粗細呢 會直接影響到我們電流的負載 越粗的銅線 越能支持越大的電流 現在我們先來跟各位複習一下 這個我們國中學過的東西 W等於I乘以V W就是瓦數 I就是電流 V就是電壓 那舉個例來說呢 1500W的電暖器呢 我們如果用在110V的電源 我們台灣是用110V的 那我這邊用100V 我們只是舉個例 這樣比較好做計算 這樣子電流的話就是15A 越大的電流通過銅線呢 它就會產生越大的熱能 所以一般電線的外皮上面呢 或者包裝上面 它都會標出 說這個最大能支援到多少A 所以我們在做線與線的連接的時候 我們要將線的接觸面積最大化 如果沒有正確的連接的話 由於連接的面積比較小 有可能造成大電流的時候 這個電線它就會發熱 之後會可能會引起火災 或者發生危險 還有在剝皮的時候 我們也必須要很講究 不可以傷到裡面的金屬的部分 比如說像這種的單芯線 它的截面積是1.6mm 那有可能你在剝線的時候呢 不小心把這個單芯線給傷害到 或者把它夾了一半 那它的截面積呢 有可能變成1mm 或者甚至小於1mm 當你連接大瓦數的電器的時候呢 這個電線就很有可能 因為截面積被你切掉變小了 而產生高熱量發生危險 我這裡做了一個花線跟花線連接的示範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 像這樣子乍看起來好像是OK的 但是你看這個絕緣膠帶 這樣子用力一拔 它就掉下來了 然後這個電線 這樣子接纏在一起 看起來好像也是沒問題 但是你看我們這樣子一扯 它就開了 像這樣子都是不合格的 接下來就來教各位 如何正確的連接 有些花線跟花線以及花線跟單芯線 要撥這種線呢 我們可以使用刀片 也可以使用鉗子 上面有這個撥線功能的鉗子 或者這種撥線鉗 那有些人也會使用老虎鉗 這邊的重點在於 不管你使用什麼工具 我們都是以不傷害到裡面的銅線為原則 如果你夾到或者切到裡面的銅線 都會導致這個銅線的截面積變小 撥線的長度呢 花線跟花線連接的話 我們大概需要撥五公分的長度 這邊各位不需要拿尺量的非常的準確 我們可以用自己的手指頭代替 以食指來說大概就是這個關節處 到這個指頭的地方 大概是這個長度 如果我們使用刀片的話呢 就是在這個塑膠皮上面這樣子 畫一圈 我們這邊使用撥線鉗來撥 以這個撥線鉗來說 它有兩個孔 如果你不知道你要使用哪一個孔的話 你可以從大的孔開始嘗試 不要一開始就用很小的孔 很有可能你一夾下去裡面的線 斷了好幾根 我們需要把這些銅線給扭在一起 所以我們再把線撥開一點點的時候 然後我們可以直接用這個塑膠皮的部分這樣子扭 那我們再來撥另外一邊 量一下距離 食指的中間這個指節到指尖的長度 大約五公分 或者你也可以把皮都撥掉之後 然後這樣子扭 把這些花線一條一條的細銅絲都纏在一起 再來我們就是要把這兩節給扭在一起 扭在一起之後還沒結束 我們需要再把它做個對折 對折之後呢 我們一樣要再把它扭在一起 最後就會變成像這樣子 這樣子才是正確的接法 然後再來我們需要使用這個絕圓膠帶 纏這個絕圓膠帶的要訣 就是一定要拉緊 不能纏得鬆鬆的 不然它很有可能會脫落 然後我們要從這邊纏到這邊再回來 這樣子算一次 我們要這樣子來回三次 膠帶一開始呢 大概就是貼在這個全部都是橡膠的部分 不要直接貼在頭這邊 我們要從這個地方 橡膠的部分 然後這樣子 因為這種線比較軟 所以我們必須要特別把它拉緊 然後一直往右邊纏 纏到最邊上的話 我們這裡有沒有需要纏到外面來 我們的金屬的部分只有到這邊 但是我們的膠帶要包到外面 大概要半個到一個膠帶的寬度 最後我們再把凸出來的部分 這樣子往內折 往內折之後 我們膠帶再繼續 頭的部分我們要先纏一圈 在頭的部分最少要纏一圈 然後我們再把這個膠帶 往左邊纏回來 這樣子就是算一遍 那我們就需要做這樣子的動作 做三遍 然後再做第二遍 凸出來之後 那我們要把它折回來 然後再第三遍 突出來這邊 再把它折回來 然後膠帶頭的部分 先纏一圈 之後才往左邊 最後纏完的話 膠帶直接用濕的就可以 標準的做法就是這樣子 我們剛剛前面這邊反折的話 就是可以把這個頭 完完全全的包住 不會說有金屬的部分 不小心 因為這個膠帶鬆脫 它露出來 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 這個單心線 跟這個花線 這樣子怎麼連接 一樣我們也是先剝皮 剝皮的藥領也是一樣 不要傷害到裡面的銅線 這個單心線 需要剝的長度 大概是三公分 那這邊教各位 比較簡單的方式 我們剛剛是中間這個關節 到頭這邊大概是五公分 那我們現在就是從第一個 這個關節這個附近 到頭這裡 大約是三公分左右 要需要到這個長度 不能太短 剝好就是這樣子 那這個花線呢 我們還是需要剝五公分 剝好之後 我們一樣需要把這些銅心給捲起來 好那現在就是重點 我們剛剛單心線的部分 是剝了大概三公分 那我們現在就抓大概一半的地方 我們要把這個單心線對折過來 然後差不多就是到這個塑膠皮的地方 先凹這樣子就好了 我們要把這個花線纏到這個單心線上面 我們就把這兩個塑膠皮跟塑膠皮這樣對齊 然後就開始纏 我們剛剛是從左邊纏到右邊 那如果已經纏到這個彎角的話 我們就要纏第二層 然後往左邊纏 再往左邊纏回去 纏好之後 我們就需要把剛剛這個弄彎的單心線 把它凹過來 然後用鉗子 把它這樣用力的夾緊 這樣子單心線就會把花線壓住 再來我們一樣使用這個絕緣膠帶 跟剛剛的做法一樣 原則也是要把膠帶拉緊 因為這個線比較硬就會比較好纏 一樣這邊我們也是一樣要纏到多出來 我們再把它往後折回來 折回來之後頭部這個地方 需要多繞一圈 之後才往左邊 然後一樣做三遍 好我們現在再往右邊第二遍 好了之後我們一樣把它拉斷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就是一個標準的連接 這個也拔不掉 我們做墊的部分 我們還是要以安全為主 所以請各位要使用正確的連接方式 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這邊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幫我按個讚 然後分享我的影片囉 下次見 掰掰 等待會兒 呢 這邊請保持